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思豪还宣布会调拨资金去聘请更多的紧急医护人员和购入更多的救护车 因为他想加快接报案到现场的效率 白思豪还想增加资金给市民卡运作部门 以便市民可以更快的达到市民卡 其他的预算分配还包括教育方面的学前班 课后班活动计划等等 那除了今天的财政预算之外 白思豪之前已经开始的零愿景计划也有新的动作 市府将会为240架垃圾加装保护栏 避免发生交通意外事件 垃圾车的保护栏并不是用来保护垃圾车的 而是用来保护行人 这个计划不单只限于清洁局的垃圾车 还包括环境保护局等政府部门的垃圾车 保护栏会装在车头延伸到前轮的这个位置 这个防护措施会防止行人被撞到 不然不会被卷入车底 市长办公室表示虽然垃圾车只占室内车辆总数不到4% 但是垃圾车涉及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数的32% 以及占到行人死亡人数的12% 在其他城市例如波士顿和波特兰市的垃圾车 都装有此类的保护栏装置 在纽约州的市民 如果你欠税5000元或者是以上的话 将会面临被吊销驾驶执照的可能性 州长库默的最新财政预算 加上了欠税会被吊销驾驶执照的计划 其实在2013年州政府已经有过类似的条款 但是被吊销驾驶执照的最低限额是1万元 这条条例通过之后 有接近14000人总共会缴纳超过1亿2500万 恢复被吊销的驾驶执照 库默预测将下限降到5000元 会为立即财政增加900万元的收入 明年还会再得到300万元的财政收入 这份新的法案将需要得到州参议院同意之后 才可以通过和实行 纽约市上个星期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录得他杀案件的记录 上一次他杀案件记录是在星期二 也就是2月1号 上一次的他杀记录发生在哈林区 一名男子被人用枪射杀 警方表示没有他杀记录的可能性不准确 因为如果袭击案的受害者去世 会被重新归类为他杀案件 上年的2月 纽约市曾经录得有10天无他杀案件的记录 好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 那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华部街头也已经开始张灯结彩 挂起了春节的各种装饰品 那么春节期间聚会更是少不了的 如何可以度过一个健康的春节呢 华部社区的健康讲座会给您支招 华部社区自新年以来开展了多项健康讲座 造福社区民众 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不同的健康主题讲座 今天中午在曼哈顿华部 举行了以健康饮食为主题的讲座 资深健康教育员张爱玲女士 分享了改善健康饮食习惯 及如何值得更健康快乐 讲座用幻灯片详细介绍了 日常饮食的种类和习惯 告诉大家怎样自制健康家常食品 在采访中张爱玲女士也分享了很多 关于节日期间的饮食常识和健康小贴士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健康教育部 吃的健康怎么样喝的健康 我们一般你要控制分量 吃这个大餐前 我们一般可以吃一点小小的苹果 或者一些小吃 吃一点你就不会觉得太饿了 不要说 我晚上年三十我要吃很多东西 中午我也不吃了 你这样不好 中午那一餐你不吃的话 那变成了你晚上就吃了更多了 对吗 所以你尽量吃一点小小的东西 王嘉莲社区在每个季度都会推出健康讲座时间表 和不定期举办健康活动丰富社区人士 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医疗中心网站 及活动网页3w.cbwchc.org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由纽约华语广播M1480-1380 及华语电视主办的第六届华语巨星歌唱大赛 昨天落下帷幕 选手曾汉以异曲号像家问鼎冠军 今天曾汉应邀本台做客 与广大观众和听众分享获奖的心情 和对未来音乐制度的期许 历时半年之久的华语巨星歌唱大赛 是一场实力与耐力的挑战 对于自己的获胜 曾汉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来美之前 曾汉曾在四川音乐学院就读 而且有多年酒吧助唱的经历 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帮助他获得冠军的因素 对于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是在我的唱歌的基本功 可能会比他们扎实一些 或者说对于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我在很多 可能在专业方面的东西 会自己去琢磨一些 但是对于我最大的一些 就是说改变在音乐上面 就是我以前在中国有在酒吧里助唱 那样在社会上 就是就像工作一样 你学习到的和走进社会 永远是不一样 像我学习到的 当走进社会了之后 我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能再享受这个舞台 所以说我觉得 让我唱歌有更大变化的 应该是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 让我提升到自己 对于未来的计划 曾汉说 用心做音乐就是自己的梦想 而对于舞台表演都非常感兴趣的他 也希望能够在更多领域 拓展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做音乐的心 我想在美国学习更多的音乐 学习更多的元素 学习更多更专业的东西 让我自己自身有一所提高 让我在音乐涵养方面有所提高 我不是想成为一个明星 我不是真正的想成为一个superstar 但我希望我是一个用心做音乐 用心唱歌的一个人 对 我对舞台剧 还有就是播音 还有就是说像演电影 就是演角色 我其实都很有兴趣 其实我这个人在很多方面 都有兴趣想去发展 但是我觉得应该一步一步地走 先把自己现在再做的做好 然后一个一个地去发展 曾汉感谢华语巨星歌唱大赛这个舞台 他想对未来的参赛者说 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展示歌唱的才华 还让自己更好地理解输赢的真谛 我觉得下一届比赛或者以后在华语巨星上面比赛的选手 我觉得只要抱一个态度 你上来比赛就用心唱歌就好了 不用去想太多 特别走到了决赛这种地步的选手们 我只想说我们不是来赢的 我们是来看我们输不输得起的 曾汉说决赛中选唱的曲目 好想家唱出了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而在阳年即将到来之际 他也对华语电视的观众送出了新春的祝福 大家好我是曾汉 在这我祝华语电视台的所有朋友们 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快乐 事事顺利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好的开始 华语电视记者画力 纽约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